這種婚姻品牌有一點驚鬆 手機在怎麼說 還是比老婆重要 就不用正面承認 不用控 我... 我... 跟這個老婆 兩位請坐 請就坐 他們兩個有一個重大的問題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都是手機控 控到手機 有多控 控...他很控嗎 他比較控我覺得 怎麼說 就是他從起床到睡覺前一刻 都在用手機 而且就是你說玩遊戲就算了 跟他說你不要再玩了 他就說 就會用各種理由去拿他的手機 就是在玩Online遊戲 對 然後每次被抓到不承認 說我只是上去收個保護 我就關起來了 可是每一次剛好都被我看到 他在收保護 已經有一個統計出來囉 怎麼樣 地球人現在基本上 他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 然後你在手機的使用當中 因為你是沒有感覺的時間 一分一秒的過 Online game 來…Jet 過了特別快 Online game 你怎麼會玩 Online game 我會玩手機遊戲 可是我真的很多時間回公室 而且我用手機的狀況就是 有時候遊戲就放那邊 給他自己跑嘛 然後就做別的事情 看書啊什麼的 對 而且我會用手機 他用手機也沒有在客氣 喔 這樣嗎 他用啥 像回家看到他就在用手機 在滑他的那個Facebook 或是一些IG 然後就說我在看新聞 我說新聞應該不是看這些網頁 我說沒有 我有事情要去Follow 我要看一下 OK好 然後有時候聽到Candy Crouch 然後我就說 你不是在玩遊戲 我說沒有啊 就五條命嘛 玩完就沒了 還在玩那麼低能的東西 那很難 那很難耶 我很常因為手機的事 跟我老公就有爭執 然後他已經是爭執到後面 他已經放棄他的人生了 他直接回我說 對 然後據點 他沒有要接下來說 他不然怎麼樣 沒有解決放棄 你罰改善就對了 那怎麼辦 你們吃飯時間 兩個人就各玩各的 也沒有啊 就是他會 有時候看他的事情 有時候我會看我的事情 可是我們真的覺得 吃飯的時候 看手機可能不是一個好習慣 我們現在就來實驗一下 連續7天 而且要7天 請看 來 今天是我們快樂的晚餐的最後一餐 他左手邊就手機了 明天開始我們要執行 一個禮拜的晚餐 餐桌怎麼那麼小 這個計畫在來的時候呢 我本人是非常的開心 沒有人很開心 有超級開心 OK 現在剛剛滑 從今天餐桌不能滑 不用滑 因為你才敢要滑 我不用滑 你沒有辦法看 我從頭到尾 我用這個 你沒有辦法看IG 沒有辦法看FB 我沒有辦法看影片 好嗎 手機已經成為夫妻感情破裂的一大要素 滑手機讓夫妻相處的時間急速縮短 連續7天吃晚餐時 都必須將手機鎖進盒子中 今天是挑戰的第一天 我們要吃飯的時候 然後這是我們的手機 把手機放到盒子裡面 第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不能用 對 你看 誰比較愛誰看就知道了 我放盒子好 他放自己 小熊 我來看一下 緊張嗎 是不是你緊張嗎 緊張嗎 我要緊張什麼事 我是可以 我曾經就要學過 不用到 小熊跟阿棠都會聊 小熊 小熊 這是我今天最棒的笑話 第一天 黃育仁不斷的講無聊的冷笑話 取悅劉雨柔 一個阿火 你看 阿火的重點 其實是兩個阿火叫什麼 阿兩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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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兩波 阿兩波 兩個人開始有對話了 而且有肢體接觸了耶 終於 游雨柔整頓晚餐 就一直這樣笑笑笑 我還沒弄 唉唷 唉唷 誰喔 妳的 還不是 想想看啦 這不是我的手機 想想看啦 那明明就是妳的手機 唉唷 叫囉 唉唷 我以為不是妳的聲音好不好 只有妳會那個奇怪 為何 我以為妳看 妳的手機一直在叫 真的 那就是妳的啦 不管 都吃外賣 都不煮飯啦 平常在這個時候 你都在玩手機 平常這個時候 妳也在看不見 沒有 然後在花園廚啊 有啊 不要再開 我就在開車 你去哪兒就是我開車 在旁邊一直玩手機 我開車的時候 你不用過 但是 十天一台才贏 其他九天都贏 那我才口罩 兩人吵完架之後 就陷入了一段長時間的沉默 這天他們只吃了四十分鐘 聊天時間只有十分鐘 第三天晚餐 欸 等一下 妳就不開心 喔 喔 美麗就妳的 美麗就妳的 自己看 妳的 喔 黃宇仁突然針對 要不要用手機 發表了一篇長篇大論 妳每時候講我玩電動 妳自己也會用手機 妳吃飯的時候 也會用手機 這就是現代人的問題 跟一個人 兩個人沒有關係 變成一個習慣了 那這個習慣好不好 見仁見智 不是我愛玩遊戲 妳怎樣的問題 這是大家的問題 所以如果 我們吃飯 大家都不要用手機 那是最好的 他在說什麼 我們其實也聽不太懂 話題結束後 兩人又陷入了 長達二十分鐘的 尷尬沉默 第四天開始 兩人逐漸母湯 黃宇仁不斷找理由 離開座位 溜宇柔則是看貓的時間 比看老公時間長 第五天跟第六天 兩人的吃飯時間 直線下滑 第一天還有四十分鐘 現在只剩下十五分鐘 好安靜 完全沒有交流 最後一餐創下最短紀錄 只吃了十二分鐘就結束 進程都已經被手機勾走了 我要結束了 我們吃完了 最後一天 我們吃完了 七天晚上六 他也受不了 八百個天氣 吃完了 對 YES 我跟我老公吃 就一直在吃飯 然後他現在還在吃 但我吃到一邊跑出來 因為我想要讓你們看一下 他到底在幹嘛 你們請一看他 我想看什麼 看他送上哪什麼東西 他都不知道 你們說呢 你們說呢 過去那個禮拜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你看這種實驗 叫冷的實驗 很難的 我們有得到一個結果 有個數據 他們這四個數據上面 不看手機很難過嘛 所以你看 他們就盡量減少吃飯的時間 因為吃飯時間越少 越短 他們就可以越快拿到那個手機 再來就是說 下面兩個數據 吵架的時間 是跟其他不一樣 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是成一個這樣的一個曲線 所以代表說 其實前面三天他們在磨合 平常吃飯都在看手機 所以不用聊天 沒有手機都不知道要聊什麼 就慢慢會插出火花 但第四天他們就開始 知道不要吵架的因素 就是不要聊天 所以他們就開始適應了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七天的一首 而且才七天耶 就搞成這樣